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昨天披露 被誉为上海之根的松江广复林 近日首次发掘出了保存有人骨的墓葬 出土了新石器时代和周汉宋元等时期的大量文物 为复原上海的古代历史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实物资料 在近5000平方米面积的集中发掘中 一批重要的周代文化遗存也同时出土 这件宜林文的青铜鼎残器 是上海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件青铜鼎器 这表明松江广复林在周代就已经相当繁荣 而首次发现的七座广复林文化墓葬还保存有人骨 专家将对人骨进行古DNA和古石谱分析测试 深入研究4000年前的社会结构 人种构成和食物结构等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当时的房址 而这个半月型的工具则是当时收割盗碎用的 这和出土的稻壳一起证实了当时的鲜民以稻谷为主石 对于上海的城市它的演变的类似 对上海史的研究 对上海考古史的研究都会有这种比较重要的现实意义 宋江广复林遗址共有15万平方米 1959年被发现 1999年至2005年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已经多次对遗址中心地域进行考古发掘 今年3月开始对遗址边缘地带进行集中发掘 用功近万余人次 是上海规模最大的田野考古工作 记者王琪报道 下評侧